主持人王瑞瑶 听众朋友知道有一个消息在前一阵子很兴奋 很兴奋的原因就是因为新冠疫情全球肆虐 所以有一些食材变得便宜了 好便宜哦 而且大吃特吃大家很高兴 我们今天来我们来转正转正我们的镜头 对不起哦本来要给大家看帅哥 就一不小心拍到了澳洲商务办事处的副代表 莫柏仁 柏仁兄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现在听众朋友问好 say hello 早上好 早上好 对我就是要给大家看澳洲的海鲜哦 来今天现场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开直播 大家只要追上王瑞瑶的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页 就可以看到龙虾大餐来咯 鲍鱼大餐来咯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 探索澳洲海陆节 好 阿坚 大家好 我是阿坚 西娃凡年总经理 王瑞瑶 谢谢你们 thank you for having us again today here it's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something very unique Australian surf and turf at the Sherwood Hotel 阿坚你很少讲国语讲那么长耶 听众朋友 他今天好有诚意 等一下 莫柏仁莫代表也笑了 好了来 快点 帮阿坚翻译一下Dory Hello 漂亮的Dory 大家早安 刚刚我们的总经理是说 非常谢谢瑶瑶姐 今天也给我们这个机会 然后来介绍我们很独特 很特殊的这个活动 叫做探索澳洲海陆美食节 探索澳洲海陆美食节 其实主题所定在海鲜 鹿我今天没有看到 鲍鱼算鹿吗 主要今天带来的是海鲜 今天牛排欠一次 对不对 牛排没有在现场 不过大家其实喜欢的也是海鲜 阿坚都笑我了 阿坚心里想说这个要贵 这么爱吃 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美食节 阿坚介绍Dory 还是Dory介绍 来 我来介绍一下 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有这个 这个澳洲办事处的协助 然后我们找到了一些很棒的厂商 然后从这个澳洲空运来台 一些相当平常比较没有那么多机会 吃到的很棒的食材 像是这个澳洲的水姑娘龙虾 来呦 先给大家看一点 留一下口水 等一下再试吃 对 还有呢 然后还有很厉害的是这个澳洲 塔斯玛尼亚的黑边鲍鱼 塔斯玛尼亚的黑边鲍鱼 我们今天很高兴哦 因为高刚辉主厨 国宴主厨 高刚辉主厨 今天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下半场再请他来讲 等于是黑边鲍鱼哦 大家有看到吗 对 有看到黑黑的黑边吗 有没有很清楚 有没有 黑边鲍鱼哦 对不对 然后还有水姑娘 水姑娘好红哦 对 她本身的这个壳就是比较红色调 而且其实水姑娘看起来很秀气的感觉 有吗 大家有看到这个水姑娘吗 有没有 所以等于是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吗 其他的食材 对 还有像是香槟蟹啊 等等 就是说比较 平常都比较少吃到的 然后还有这个塔斯玛尼亚生蚝 然后刚刚还没有提到是陆地食材 像是澳洲的河牛啊 或者是小羔羊等等 就是加入我们的海陆美食街 澳洲的河牛本来就很有名啦 对不对 可是澳洲的小羔羊 我知道在几年前就有米其林餐厅主厨指定使用 对不对 大家都很爱澳洲的食材 我应该要先问一下这个博人兄 我叫他博人哦 觉得他跟我好熟哦 莫博人澳洲商务 澳洲商务办事处 澳洲商务办事处的副代表 等一下莫博人给了我一张名片啦 我一定要念 对啊澳洲澳洲办事处的商务处的莫博人 莫博人 你问他哦 因为我以前 其实曾经参加过澳洲商务办事处 几乎是每年都会举办的物产展 She has joined your events before Dori 你要对麦克风翻译 因为大家也要听到 对啊 可是这个物产展还有吗 Miss Wang Rayao说 She has participated The exhibition by your office Before demonstrating all the food ingredients But now will we still have this kind of events Yes So what we would ideally like to see Is a celebration of Australian food On every table Across Taipei Every day of the year But unfortunately that can't happen Not everybody has great access to some of the best seafood in town So on this occasion We are supporting the Sherwood and the Marriott in Taipei For the surf and turf promotion So it's a great way to taste the best seafood That Australia sells to the world here in Taipei But by taking you and your family to the Sherwood or to the Marriott And eating it there But the hostess says she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exhibition hosted by your office before But this year will you still be hosting this kind of exhibition We have a number of exciting activities throughout the year To showcase food So it's not just seafood that's great about Australia But our beef and our lamb are also world famous Also our wine You can't forget our wine All of these products we will be showcasing 等一下 我们要进一下广告 广告时间来了 广告完了直播没有停哦 继续哦 好 有听众朋友居然回答说 一周一个礼拜之前就有 而且他说菜单很精彩哦 对 居然有人说非常好吃很特别 真的还假的 有人已经追上了 已经追上了是不是 大家已经追上了 所以我有一点那个落后了 是不是 有人吃到了对不对 对 你说新华已经开始了吗 对 这个活动大概的确是一周前开始的 然后我们 Dory 好 你麦克风一过来 我怕你一直挡到代表 哦好 我会叫Akin 好 麦克风我一过来 好 你们一个人一个 因为会一直挡到你的脸 哦好 因为Dory是我们的那个 吸睛的目标 不能挡住 对不对 不是我在讲说你们澳洲商务办事处每年都有嘛 现在是广告 对现在是广告 有有有 今年我们还是会 来来来 你过来 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啦 Dory Dory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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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伯仁 你为什么站起来 还能不能 他才不是 那我只是要讲一下 对啊 就讲一下你们自己的展 不是西华的展 那个很精彩哦 那个其实好多业者都会跑来哦 I mentioned that we had to showcase 对啊 a few years ago and we were doing this again for B2B 嗯 The one you just sent in the car 对 对 就每一年 几乎是每一年都会对 Dory是不是 Dory Dory 有 Dory哦 他叫Dory哦 其实我们每一年 就是我们会做 就是让台湾的业者了解 餐厅啦 开餐厅的人 开餐厅 还有就是 进口商 进口商了解澳洲的美食 所以姚姚之前参加过 我参加过好惊人哦 我吃到最好吃的鲍鱼 对那时候有鲍鱼 而且是那种 中国式的干包的那一种 对 所以今年的话 高师傅发好的哦 大概几月 对 今年大概是五位的哦 五月二十号 还是有 对 可是这个是针对业者 所以我们不是针对消费者 对 所以是让餐饮通路的人 还有就是进口商 然后超市通路的人 然后其实 这几年我们也常常在做 这个wine tasting 所以 还有酒 对 就是 就是澳洲的葡萄酒 我们有针对每一周 就是不同的wine region 有做这个promote 澳洲的葡萄酒 那我们之前有办过Tesmania的 也有办过南澳的 Margaret River的 对 OK 好来 博人快回来 好 我是王任瑶 您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超级美食家 现场很热闹 我们今天现场帅哥如云 今天至少有四位帅哥 在我们超级美食家的现场 我们大家给大家介绍的是 我的好朋友 新华饭店的总经理 阿坚 嗨 阿坚都还是好帅 听众朋友去新华饭店 一定要看他 因为这个是新华饭店的标杆 然后另外呢 给大家介绍新朋友 澳洲办事处的商务处的副代表 伯仁兄 莫伯仁 伯仁兄 然后呢 这就是我们Dory 新华饭店的美女 对呀 听众朋友 因为呢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澳洲食材 或许大家可以看到新闻说 澳洲有一些海鲜 因为新冠的关系 所以它有一些叠价 或许有一些因素 它没有办法出口 可是这些东西其实在台湾都吃得到 刚刚呢 我们在广告的时候有讲过 澳洲商务办事处 他们会定时 他们会做一些海鲜的推广 好那我们来问一下伯仁兄 伯仁兄是澳洲哪里人 我是澳洲伟多利亚 你听得懂 我听懂一点点 你是在澳洲的哪一个地区 是澳洲的南东方 南的东方 有领海吗 is it close to the sea it's close to the sea so we have a very good lobster industry in the south of Victoria we're close to Tasmania 因为它离这个 Tasmania很近 所以它们当地的这个龙虾 其实这个是很盛产的 所以它跟红姑娘很熟 对不对 you're very familiar with the lobsters I'm very familiar with the lobster and the abalone 也跟鲍鱼很熟 鲍鱼 is very very famous 在当地相当有名的 那我想要问一下伯仁兄 我现在叫伯仁兄 我觉得好像那个孔夫子这样的伯仁兄 伯仁兄 那请问一下你们澳洲人怎么吃这些 how do you usually eat this kind of how do you usually cook 因为其实今天当然有中有西哦 so in Australia because the waters are so clean you can actually go fishing for yourself and you can dive under the water and take the lobster with your hands and take it out correct and then there's two ways two ways you can eat it you can boil it for Christmas dinner for a big celebration or you put it on the barbecue because everybody loves a barbecue 他说因为它是澳洲的这个水汁 非常非常的清澈 所以常常是补起来之后呢 它这个肉子已经很好了 就可以直接去做去烹调 而且他说用手直接抓起来哦 对他说用手 伯仁兄有抓过吗 no not me 然后他有提到说像是水煮的 或者是说用barbecue的方式去烤 都很美味 就是直接啦 你知道直接吃它的鲜甜 那鲍鱼它们有怎么吃 so for the abalone we have some fantastic Asian restaurants in our big cities so in Darling Harbour for instance in Sydney which is very popular with travelers also in Chinatown in Melbourne there's really really good Chinese food that you can go there when you want to have a holiday in Australia so that's where you can eat the best abalone in Australia 他说他们其实在当地会有一些中式的吃法 像他们有这个学历 有个很有名的叫做Darling Harbour 就是Darling港 或就是说当地的一些中国城 他们都会说 想要吃鲍鱼的时候会去现场这样子吃 澳洲人不吃鲍鱼 有传统吃法吗 is there any traditional way It's not traditionally eaten by Australians It's not traditionally a part of Australian cuisine which is a good thing for places like here in Taipei because that means we can export all the best there is in Australia into places like Taipei so you get to eat the food that we miss out on 他说其实在澳洲的传统菜肴里 并不会吃那么多的鲍鱼 所以反而这个quality品质最好的鲍鱼 都是输出到台湾来让我们享用 赚钱用 You're very lucky You're very lucky 我很幸运可以吃到这些顶级的鲍鱼 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好多年前 大概超过十年以上去澳洲采访 采访河牛 结果发现澳洲人不吃河牛 为什么 因为河牛都拿去赚外汇 所以他们吃到河牛好珍贵哦 你知道吗 She said she's been to Australia 十几年前了 10 years ago but the Australian people they don't actually eat the Wagyu because all the Wagyu are used for exportation It's the same again So all of the very best goes into export markets and goes into hotels like the Sherwood and the Marriott simply because you know customers in Taipei if there's anything they like spending money on it's food and they will do that and there's none left for Australia but it's true that we do make very very good Wagyu in Australia I know Wagyu farmers I've met many of them before I've met some of them when they've come into Taiwan before and they love coming here and they love selling their product here 所以她说的确 姚姚姐说的没错 她们有相当多的顶级食材 包括河牛都是这个出口 然后到像是台湾 因为台湾人其实很爱吃也很懂吃 那她本身也认识蛮多的这个河牛的厂商啊 或是农场等等的 那的确最好的这个 最好品质的都出口到台湾来 好 因为呢 我其实是昨天晚上才接到莫柏仁莫代表 要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你先问一下柏仁兄 我可以问敏感的问题吗 你问他 可以吗 敏感的问题我可以问吗 I'd rather we talk about food 对 谈美食就好了 对啊 我也只谈美食啊 我想知道 就比如说澳洲的这些海鲜 不能够销到某一些国家之后 的确你们在国内里面 这些海鲜的价格都大幅的下跌吗 是吗 is there a decline on the price of your seafood since it's banned in some parts of the world so the price of seafood goes up and down according to seasonal conditions and global trade conditions at the moment prices are quite affordable which is really good news because that means a lot of Taiwanese shoppers are coming back and they're coming to tell me how can I get lobster I know it's cheap now let me get it let me eat it 对他说的确 就说有时候是因为气候 有时候因为就是国际间的贸易因素 他本来这个海鲜的价格就是会高高低低 那最近是的确让他 让他这个海鲜价格是比较会清明一点 也让各位大众更有机会 可以品尝到澳洲的海鲜 等一下他有收到压力 要拼命卖海�吗 快点快点快点帮我问他 do you have the pressure that you have to sell very push really hard for the selling of the seafood look we do our best to find customers all across the world 中国来哦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广告来了 好啦我们请代表回答完了 因为其实我是要连着第三个问题啦 有吗就比如说官方 你知道会比如说澳洲的政府会说 你们要赶快去推销啊 你知道因为这些海鲜啊 你知道要赶快卖给世界各地啊 对于澳洲政府会提供你 to like push all the seafood export really hard extra hard so seafood is a priority and that's because it's a live product it is shipped almost like business class on an airplane all around the world so it can go into nice hotels and so that's a reason why yeah we do push really hard to make sure that it arrives fresh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people don't miss out on the opportunity to eat this product but do you like have to push it extra hard recently we are promoting Australian seafood worldwide at the moment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rediscover it 对啦就是说 他的确是全球都很努力的 在各国的市场都很努力的在推销 然后像是一些商务餐啊 高级饭店等等 那我要问一下莫博人 台湾爱不爱吃澳洲的海鲜跟鲜牛 在他的眼里 in your opinion Do the Taiwanese market really like enjoy all the Australian seafood and meat absolutely so I've been surprised at how many people have come to me personally and said where can I get Australian lobster and then we also know Australian Wagyu is famous and all the best BBQ restaurants that serve BBQ beef in Japanese restaurants if you go there if they don't have Australian Wagyu beef then you shouldn't be eating there because Australian Wagyu beef is outstanding 他说好多人私下也都会问他说 我哪里可以吃到一些像是澳洲海鲜 然后也有提到说像是一些比较顶级的烧肉店 日式烧烤等等的 其实他也会觉得说 在这边最好是能品尝到澳洲和牛 这个quality是最好的 好我要问一个最敏感的问题了 那你有便宜卖给我们台湾吗 What we can guarantee you is it's the best value for money you can get because the quality is really the fondest 相当的物有所值 因为都是 因为我相信品质一定是最好的啦 对 可是消费者有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现在可以大吃特吃了吗 可以对不对 对对 是可以的 好来 我是王人杨 您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台北新华饭店正在举行的 探索澳洲海陆节 大家其实想当然而一定是和牛 一定是龙虾 一定是鲍鱼 我们今天现场就有这样子的一些菜肴 而且现场还请来了 对不对 大帅哥 我们邀请到的是澳洲办事处 商务处的副代表莫伯仁 刚刚在上一阶段的时候 其实用有一点半恐吓的方式 你知道要调他讲出那个机密 就比如说很比较敏感的新闻 其实对桌上的目的是要在讨论的是说 我们现在吃这些澳洲进口的海鲜 真的有变便宜吗 他这个要认真回答 真的有变便宜吗 品质当然是很高对不对 高品质 他说现在真的是品尝澳洲海鲜非常好的时机 这个价格大概是最近五到十年来 还是最好最亲民的一个价格 还有现在是盛产的时候吗 还是说澳洲的海鲜一年四季都盛产 是有高和低的生产的生产 应该说他们在捕这些鱼货的时候 是会分季节去捕的 因为说他们是其实也是相当的注重环保 比如说捕捉这个龙虾好了 就是说他们会一次不会把它全部都捕完 是分阶段的每一个季节 所以当然是这个产机会有高有低的量 还有概念上 澳洲这些海鲜都是野生的啦 对不对 等于是呢 它是野生的 他们就有管理 比如说管理补的季节 对不对 还有数量 还有大小 要的是一个永续 我其实今天在这里主持节目 好残忍 因为呢 这些菜肴的味道正正吹颂 飘香上来 而且呢 今天他们够狠 带来的是两道龙虾跟两道鲍鱼 都是最香最香 最香的这个味道 因为我现在手中的资料 听众朋友 这个其实现在正在新华饭店举行 等一下广告的时候会告诉大家多少钱 因为我们现在在on的时候 不能告诉大家 你大概要花多少钱 可以吃多少料理 有几道菜 可是呢 大家也可以透过 这样子的一个美食节 认识你所吃的食材的状态 等一下 所以这个活动要到什么时候结束 会一直做到五月底 做到五月底 对 所以海鲜供应无鱼 对不对 对 活海鲜供应无鱼 对 刚刚呢 给大家介绍的是 水姑娘 对 澳洲水姑娘 然后呢 还有 我有一个东西我很好奇 什么叫做香槟蟹啊 香槟蟹 香槟蟹是什么 等一下 博仁兄知道香槟蟹吗 还是阿Kin你有吃过香槟蟹吗 香槟蟹你们吃过了吗 The crab 香槟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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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比较新的对不对 还是已经进来有一段时间了 Have you tasted I've never tasted it before Sounds delicious though 听起来很好吃 这是你们家的 这是你们家的 It's from your country It's all for the exportation So you haven't tasted it 因为我的确看到有一些食材的时候 我自己也是第一次看到 比如说像香槟蟹 像皇帝蟹 Kin crab Kin crab 你翻成皇帝蟹 超大 可是就是我们的帝王蟹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帝王蟹 可是它是南半球的帝王蟹 那所以它进来的状况是 活的 活的 这个有得拼 这个跟我们大家所熟悉的 在日本或者是在更北端 进来的这个帝王蟹 有差异 对不对 我发现莫柏仁 莫柏仁你好爱国 因为莫柏仁听起来 你知道高档的海鲜 他都没有吃过 It sounds like you haven't tasted all the like high price 全部都要赚外汇 对不对 It's all for export So I've been able to enjoy it but it's always been in Taiwan When I'm back in Australia I will admit I do I do overindulge in beef and lamb when I go back to Australia 他说的确这些高档的食材 他反而是来台湾才有机会吃到 没有错 没有错 好因为呢 这档的活动呢 会在万豪 也会在西华 对不对 你们是同步展开 然后我还有一个敏感的问题要问 诶你知道莫柏仁 今天会来流冷汗 来讲一下澳洲的红白酒 我们有支持你们的澳洲红白酒 等一下讲红白酒之前要先讲警语 OK 酒后不开车 酒后不开车 然后提醒您谨慎饮酒 开车不喝酒 18岁 18岁以下禁止饮酒 有没有听到 18岁以下禁止饮酒 我们来来一下澳洲的红白酒 我们有大力支持 We'll introduce the Australian wine So I've again been enjoying some great food and wine in Taipei and much of that wine has been European wine some old world wine which has a very old reputation in Taiwan but I was a little bit surprised I am used to drinking Australian wine and the quality of Australian wine is as good if not better as some very very expensive French wine from my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I think you could put a mask on and be blind and taste it for yourself and you would believe me that Australian wine is really really good 这些很惊讶耶 对啊 就是说台湾市场这边都比较熟悉的是说来自欧洲的红白酒 但其实澳洲他个人认为也有一些非常好的品质的酒 那几乎如果你用盲测把眼睛蒙起来喝的话 他几乎跟一些就是说来自欧洲或者法国很顶级的酒 其实尝起来是相当类似的味道 可是我觉得应该还是 就比如说价格这件事是比较亲民的对不对 the price is more affordable the price is definitely more accessible for more people so if you're interested in wine but you've never really taken the next step we encourage everyone of your listeners go into one of the supermarkets in Taipei bu a bottle of Australian wine and make that your starting point 就的确像姚姚姐说的 的确澳洲的红白酒价格是更加清明的 然后超市也都可以买得到 所以也很鼓励台湾的听众们也去试试看 去超市买一瓶来尝尝 大家其实可以趁着新闻事件来认识一些 你平常比较没有关注 或者是你或许你会觉得说 我都在喝法国酒 你们都可以透过新闻事件来尝试 大家就可以追上这样子的流行 好了我们现在下一阶段 我们就要来试吃美食了 王若要在这里好难过 可是 可是呢 因为我们知道 那个莫伯仁代表 其实来到台湾才开始吃香喝 我们等一下也让他来继续吃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这一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 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等一下 阿Kin 你还有什么东西要补充讲的 叫大家来 阿Kin 我们要让他们一起 赶紧 拳再来 我们都先エ自试 希望大家每次会 都可以享受 我们西华的这个澳洲美食节呢 其实在我们三家餐厅都有做 全部全馆 对 土司卡的意大利餐厅 然后一元中餐厅 它是用四人合菜的方式去做 还有我们的日本料理 所以很欢迎大家都来品尝 可以问问我们现场的 全馆哦 全馆都有澳洲上好的食材在等大家 对然后吃这个澳洲的食材的大餐 然后配澳洲的酒 还有啦都没有讲到价钱 我的这张单子都没有钱 是多少钱啦 因为它每一馆都有 就比如说如果我要吃 多少钱一个人啦 我应该是讲平均吧 在我们的意大利餐厅 它是用套餐的形式供应 然后每个人是三千五 它可以吃到塔斯玛尼亚 就是澳洲塔斯玛尼亚的生蚝 然后也可以吃到这个澳洲的鲜鱼饼 或者是说塔斯玛尼亚的黑边鲍鱼 做成的炖饭 所以今天在现场才会有中有西啦 对 高师傅对不对 我就是点嘛 就比如说我现在就要点这个啊 对不对 我发现这只水姑娘好大啊 对 我现在给大家看哦 这水姑娘的这个身体很有肉 对 对不对 看得到吗 听众朋友你们看得到 这个水姑娘很肥有没有 身体好有肉 所以是看你要去拿一厅怎么吃 然后我们顺便偷渡一下万豪 万豪也有对不对 就是我们两个半年 阿Kin我们偷渡一下万豪 万豪也有对不对 对 然后在万豪这边呢 是在我们二十楼的这个高空酒吧餐厅 它就不是全馆了 也有 它也是三间餐厅 二十楼的高空酒吧餐厅 然后还有铁板烧跟中餐厅 对 然后选用的也是像是这个塔斯玛尼亚 黑边鲍鱼啊 然后有着各种蟹 刚刚提到的黄帝蟹啊 香槟蟹 水姑娘龙虾 铁板烧应该很过瘾吧 对 那个什么 莫伯仁有吃过铁板烧的黑边鲍鱼啊 吃吃吃这样有吗 有吗 他有尝过吗 你们应该要带他去吃铁板烧 是不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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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现在要直接换场了 来 等一下 我是马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今天来给大家介绍 澳洲的海陆食材 而且呢 马上 你立马就可以站起来 可以杀去吃的地方 因为今天呢 两个饭店联手举办 一个是万豪 一个是西华 他们联手举办 探索澳洲海陸 海陸 對不對 海陸美食節 好啦 阿勤 要讓高師傅來了 來 阿勤 高師傅來 等一下等一下 莫柏仁不要太一口氣喔 莫柏仁以為他可以走了 沒有 因為我們要來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才知道 其實澳洲人沒有吃鮑魚的習慣 就等於是這個其實是用來賺外匯用的 對不對 中鑽外匯用的 好高師傅你好久沒有來到我們超級美食家了 大家好 高師傅你好忙 高師傅你好瘦 好 高師傅來介紹一下你今天帶來的料理 因為剛剛其實有給大家敬拍水姑娘 這道菜是怎麼煮?菜名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就用花雕水影蒸水姑娘的澳洲 要給末代表吃 澳洲龍蝦 然後我們這個是我們下面有水影蒸一些蛋白在下面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聽眾朋友 我剛剛還在看菜 原來今天現場有帶活的 有活的來喔 等於是把食材帶進來了 高師傅 你這樣子我就不能吃了 我本來還以為我可以吃了 拿過來拿進一點 好 沒有我翻個盤子 哇 等一下 好大 黑邊鮑魚怎麼那麼大 對啊 因為這些都比較大的 哇 等一下我們等一下讓高師傅來講一下水姑娘 好 哇喔 來 來喔 很重欸 聽眾朋友 現在給大家看 因為我們今天其實還帶了這個食材 就真的是食材來到我們節目現場啦 好 高師傅你先把鮑魚放在你的臉上 給大家看一下用臉筆 用臉筆的狀況喔 來來來來 對啊 高師傅你要坐下 坐下給大家看 欸怎麼會這麼大 對啊 很大對不對 很大 高師傅你用過黑邊鮑魚 只有用過澳洲嗎 你有用過日本嗎 都有啦 但是澳洲的話 我們是 我從以前我就有在用了 對 之前我在香港的話 我們也是用黑邊鮑魚 等一下 龍蝦要逃走了 水姑娘 把它放回去 因為我很害怕 它離水會害怕 嗯 對對 因為它 黑邊鮑的話呢 會比較大隻 比較大隻 可以炒 真的很大 欸 我第一次 我其實是第一次看到 因為老實講 即使是吃到鐵板燒齁 都沒有看過拿出 這麼大的黑邊鮑魚喔 這個 這個快八百到一千克的 那這樣子會不會很老啊 高師傅 就看你的烹調方式 那今天我們現場 其實這兩盤都是黑邊鮑嗎 對 對 你看那個黑邊鮑 這個呢 我們用 就是你要用火候去控制它 它就會比較冷 你不能過火 過火它就會變好 因為老實講 我們其實給大家一個正確的觀念啊 就比如說食材不是大就是好啦 對不對 我這樣講對不對 有時候魚很大很老啊 對不對 尤其是香港人 你們最最在乎這件事 對我們通常都是 魚的化中端就是一斤左右的最好的 有人也很想吃 東西都掉了 那可是問題是 它的這麼大的黑邊鮑魚 效果到底好不好呢 來 來 柏仁來 柏仁跟我一起吃 好 好來 我們要跟這個 澳洲 澳洲 辦事處的商務處的 來 副代表 你看喔 對啊就吃啊 你知道我要給大家看 因為我剛才就講 這個其實都是中式的一個做法 對對對 炒的 油泡的 而且高師傅 他其實油泡之後好大一片喔 對啊對啊 他沒救水 我這樣子講對不對 對啊 他沒有縮水喔 一二三 嗯 會硬嗎 可以 不會 他有一點的硬度在那邊 對 他已經冷透了 熱的更嫩 他已經冷透了 對對 可是呢 大家有看到嗎 嚼起來好甜喔 而且他那個味道好濃喔 嗯 哇 黑包好好吃喔 等一下哈 有聽眾朋友問 嗯 高雄吃得到嗎 嗯 高雄的萬豪跟你們沒關係嘛 沒有沒有沒有 對不對 對 目前還是要來西華跟台北萬豪 目前還是要來台北啦 啊可是你們做 如果有來台北還是有做 呃 有做那個高鐵應該很方便 對 如果大家是要鎖定海鮮 狠狠的吃 嗯 對不對 對 我發現這個活的黑包 嗯 很有咬勁 對 而且呢 雖然他的這個 很很結實的感覺 可是這樣腳有一個動動的 有種動動感 嗯 嗯 很好吃 欸 柏仁兄以前吃過嗎 有人講說柏仁兄好可愛喔 沒有什麼好多的 人家說你非常可愛 Luden說你很可愛 大家都畫錯重點了 W little everyone What I taste is 啊 噢媽咪味味 嗯 噢媽咪 有那個鮮味 嗯 我自己其實忍不住要拿第二片 柏仁兄你也繼續不要不要客氣齁 為什麼呢 因為為什麼這麼大片 它其實不是一個老鮑魚 不會啊 因為你要就是用 呃 技術去炒啦 等於意思就是說 你一定要用功力去炒 高师傅的意思是说 只有我们西华饭店 对不对 你以为 对不对 你以为大家都可以吗 并不一定是这样子 有听众朋友留言说 他觉得博人代表好有趣 好像小朋友第一次知道 不认识又好吃的食物的表情 看起来很兴奋 好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 博人小朋友很爱吃 其实刚刚其实留言的 都在讨论Dory 还有人要跟Dory做朋友 可是我都没有讲出来 等一下再说 等于是一个欢乐的鲍鱼的感觉 对啊 好 我还是要把第二片塞进嘴里 再来跟大家讲话 有没有 你看大家可以看到 他其实 师傅的刀工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鲍鱼是软软的 他其实不是冷冻的硬邦邦在切 所以你可以看到师傅的刀工 这样子片下来 太棒了 广告来了 我要吃了 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们直播没有停 会继续吃 好漂亮 因为这个 好漂亮 所以他这个也不会浪费 直接研制的切 就直接切就可以了 洗干净 所以它就很鲜的 很鲜味 可是我记得以前 这个黑鲍鱼很贵 现在其实即使是这样 还是不便宜 对不对 因为它这么大 因为它这么大 而且以前都是日本的 我觉得是日本 这个我们在香港的话 就除了炒之外 就是用 我们就卤完做 卤了 卤完之后 去切片来做包片 做酒席啊 那种比较高档的 而且博人的嘴蛮准的 因为很 就是他讲旨味 就那味道这样咬 而且就有那种海的味道 海的味道 你可以尝试海的味道 好 这个 这个是只能看不能吃是不是 这可以吃吗 可以吃啊 对啊 可以吃可以吃 可是因为这个 细色的 可是这个包鱼做的是比较稀 对不对 对对 等一下我先拍一下 等一下我刚才都 我拍过了对不对 对 我都只顾着吃 都没有在工作 因为这又是另外一种做法 就是你讲的卤在切片 这个是吗 对对对 是不是 对对对 他就是先用基本的卤完以后 然后再去做切片 那我可以吃吗 还是这个是看的 可以吃可以吃可以吃 好博人你先 不要吃饭 我知道他吃海鲜 就只要吃这个 好 你知道吗 博人请 好谢谢 对 那博人你先夹在盘子里 你先不要吃哦 要开始的时候再吃 让大家看一下你的标志 这个算是博人兄的 博人来这边多久了 他来这边多久了 一年 一年 很显然你们都没有带博人去吃中餐 真的 对啊 因为其实老实讲 鲍鱼的确是华人世界 对 就华人世界要吃的东西 外国人其实比较少 对不对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他这个博包 等一下 还没 还没 因为现在还在广告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博包片 你知道他是把它放在炖饭上面 都其实都很有存在感 因为他好大一片 有吗 他有看到吗 好啦 不要那么残人 你吃吧 其实是个西餐的feel 其实大家认为鲍鱼是中式的食材 对不对 很香耶 对不对 对不对 等一下 有一个听众朋友说 要带博人去吃台湾小吃 他要带博人去吃台湾小吃 他要带博人认识台湾美食 要带博人去吃台湾小吃 他要带博人去吃台湾小吃 他要带博人去吃台湾小吃 你是想跟他约会吧 对啊 因为呢 邀请等一下我要把鲍鱼先吞下去 因为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 新华饭店跟万豪酒店联手的一个美食节 主要的食材是来自澳洲的海路 顶级的食材 那所以呢 大家今天才有机会认识到澳洲办事处的商务处的副代表 莫博人在我们节目现场 对啊 我也很坏 我就请莫博人跟我一起吃东西 体验 体验一下澳洲美食 好 刚刚已经试吃了两种鲍鱼了 这个黑鞭鲍的那个弹性 还有那个大小都很震撼 好震撼 我们等一下晚一点会把这个食材拍 然后上传到王若瑶的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业 我们会请现场连最小的Dory 跟鲍鱼拍在一起 你知道吗 那个比较级会更震撼 好 紧接着下来我们来吃 这两个都是水姑娘吗 对 好 高师傅 水姑娘跟其他的龙虾有什么不一样 水姑娘的话 因为它的肉质比较Q弹 比较结实 嗯 啊那个 在烹调上面也是 都这种 因为我们中式的烹调 这个就比较原味用蒸的 嗯 等一下 原来是整尾还没有开哦 来 高师傅 来来来来 我有稍微的开 不要让它断掉不好 它有稍微 你知道有稍微起起来一下 来来来来 哦 水姑娘的特质是这样子 我看它的肉很肥厚 你怎么都给我啦 有啊还有啊 博人代表流口水了 你看因为这个是一个中式的手法 对 这个我们就用花雕去蒸的 哦 哎 这个其实是 这个其实是那个 爱吃 爱吃广东菜的人啦 其实这个就是很经典的啊 对 然后还有还有 用高汤 用我们蒸蛋白 蒸蛋白 把那个龙虾蒸到那个 那个龙虾汁蒸到那个 就是鲜味都没有漏掉 啊King你是不是也想吃 啊King的那个头拉的高高的在看我 哦 原来是下面垫的蒸蛋白哦 对对对 有人在骂我了 说我们好讨厌 他也很想吃 嗯 这个其实是一个 一个很很 很经典的一个 广东菜的味道 对不对 有吃到它的原味 还有一些香气 这样子的 博人请 博人在等我开动 嗯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嗯 花雕酒好有存在感哦 而且其实是花雕酒跟这个活龙虾 对不对 因为其实今天带进来的也是一尾活龙虾 好大哦 嗯 嗯 哦 不是 不是我印象中你知道吗 就很紧的那种龙虾 不是 它的肉很细耶 听到没有它的肉很细 而且很甜 对 因为它都很高 对 对 它这个 就因为差不多 八百克左右 所以也算比较大致的 已经是 对 如果说一般的 我们就位上都会比较小 差不多四百克 所以这个八百克它都大一倍 所以那比较适合 全家一起 就分险子 我其实对于龙虾 就龙虾当然大家都很喜欢 因为龙虾看起来很高贵 对 可是因为有的时候龙虾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它其实很弹牙 嗯 我这样讲对不对 这样很摔摔摔很弹牙 我觉得水姑娘的肉还蛮细的 还算嫩的 对 对算嫩的 你讲嫩 没错 莫伯仁代表如何 伯仁喜欢吗 喜欢 中式的味道 喜欢 Do you like it? It's really good I find the flavor here is very delicate the seasoning was really nice and it hasn't been overcooked so it tastes very fresh 她说这个肉质 就刚刚像姚姚姐说的 肉质很细嫩 然后现在吃这个龙虾也是正式 正丢席 就是说很当令 然后刚好加上这个中式的煮法 把它这个肉质发挥到极致 对啊 有人讲说要邀请博仁代表 一起去西华的一元中餐厅吃饭 听众朋友你是要出钱是不是 Jasper 那王仁也要去哦 我才不要你们两个人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玩 那等一下我们可以去西华 我们可以去西华饭店办粉丝见面会了 对不对 可是你们大概不想见我 你们想看到的是Dory 还有博仁兄 好啦 除了这个之外 因为其实现场呢有一道是西的 我其实想要给大家近看一下 那个水姑娘的头 来 因为呢在这一道 等我一下 帮我 因为我这个角度比较对 帮我拿起来 对 因为这个角度呢就可以很清楚看到水姑娘 水姑娘的样子 台湾人很喜欢吃龙虾哦 可是你们其实认识龙虾的品种嘛 高师傅 我们在餐厅里面常吃的龙虾有哪几种啊 品种 有波士顿龙虾啦 波士顿大家都知道 对 然后还有一些是 东南亚也有了 我们台湾也有 但是 嗯 就比较少 比较少 对 东南亚就很多 就比如一些青龙啊 还有一些 嗯 比较硬壳的 像就 嗯 那个 印度洋那边的 那个 就会比较 印度的那边也有 高师傅讲说龙虾比较硬壳 龙虾有软壳吗 我现在是在打水姑娘 因为有一些它会很 哦 很硬啊 对 它的感觉很厚 很厚 所以水姑娘是硬的还是软的 嗯 它 没有那么厚了 其实 它这个 因为有时候每一只都不一样 它有一些会稍微的厚一点 这一只都不会 这一只都比较冷 对啊 因为我其实刚刚看这两只 我以为这两只有一只是水姑娘 有一只不是 因为我都觉得这只是我熟悉的 好像半桌大家会摆的那个头 对啊 可是你仔细看其实不是哦 其实仔细看不是 嗯 大家在吃龙虾的时候 不要只吃它的肉了 就头你要拿起来研究研究 还有哦 要跟大家建议的是哦 吃东西不管你点什么料理 都要珍惜食材 如果它今天是活海鲜 老实讲这里面也都是肉 都是肉 对不要说吃完之后 就你只吃这里其他都丢掉 你要你要撑这个地方 就你要撑这个地方 就你要撑这个地方 因为连法国的米其林三星师傅 现在做菜 这里面的肉都会挑出来 会挑出来 全部都挑出来 要充分利用 然后要珍惜 珍惜这个资源哦 不是说你现在可以大吃特吃 你们就很疯狂 不是这样子好不好 一直有听众朋友留言说饿了 好啦 柏仁兄我们来吃意大利面 要给它换盘子吗 要给它换盘子吗 要吗 因为这个是西式哦 刚才是中式哦 我们今天是全套的哦 好 来哦 来 这个是龙虾 这应该是你们西华的招牌菜 对不对 对我们招牌就是龙虾意大利面 可是我记得之前用的是波士顿 对不对 对这次特别用这个 选用这个澳洲的水姑娘龙虾 好啊 效果如何 效果如何 你要靠近麦克风 谢谢 其实它的反应会比较好的原因 是因为它身体的肉特别的多 所以吃起来 整个口腔里面的满足感是 就是在你吃的时候 你不想说话了 你是谁啊 我是新华饭店餐饮部的经理Orbi 这是今天的另外一位帅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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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有三帅在我们超级美食家的现场里面 好我们来试这一支 呃用用这种意大利式 嗯好做的龙虾面 是意大利式吗 是 好来 我让我让博人自己夹 好 诶我们的时间居然到了 谢谢谢谢 诶结束了 哈哈哈哈 博人你还是可以吃啊 好好好 快点我们试吃一口 好好好 对 快快快快 有人讲说要组团出发咯 一二 看他的表情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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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诶我发现博人 可以来参加我们的那个 勇闯录音室诶 我发现博人好 你知道博人吃东西的表情 好可爱哦 好啦我给大家 一样我给大家试 因为老实讲 波士顿龙虾的那一款 我吃过 我吃过 现在这个是水姑娘款 好不好 有人说他谈恋爱了 哈哈哈哈 诶等一下可是他爱的不是博人 他讲的是意大利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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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中式的火候 比较厉害 哈哈哈哈 等一下高师傅来偷笑 哈哈哈哈 對不對 西式其实就吃得出来 活的很紧实的 清蒸的法 对 所以吃起来会比较软嫩 对 其实中的西的的做法差 有差异哦 嗯 可是都因为他都是活的 所以很好吃 嗯 两个都很好吃 嗯 而且他们家好会炒意大利面 嗯 有一点那种 有一点那种 我要怎么说 有一点那种辣辣 是不是 对 是不是 我们在炒的时候其实只会加三片的辣椒 哦 真的吗 一点点哦 嗯 一点点哦 对不对 啊等一下 笑我一跳 你说不能吃哦 可以可以可以 没关系 反正如果不能吃拉肚子还有博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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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会把这些资讯公开给大家 好吃 嗯 诶 冷啊都好吃 冷透了也好吃 因为龙虾 因为龙虾好鲜哦 对啊 这个面的特色它就是 就是所谓的鸡蛋面 嗯 我们用全蛋 很好吃 软朵小麦面粉去做的手工鲜 诶我好久没有去新华吃饭了 对不对 你看阿金 你看阿金的表情 阿金的表情就是 其实是我没有要去 然后他就一副那种 我还在这里吃他的豆腐 对啊 哦很好吃耶 这个面其实出乎我意料之外 它是它是细味道的软面 它软可是肉有弹牙 对啊 然后面面条也是 它其实好稀味 好啊 王若瑶不能一直吃了啦 我都一副要赶快吃 没有 我们要结束节目了啦 最后节目结束节目之前 Dori还有什么要补充 一直到五月 一直到五月底都可以来 五月底都可以 我们西华三间餐厅 都可以品尝到我们的 探索澳洲海陆美食街 嗯 而且他们其实是火力全开 使用的就是澳洲的顶级的食材 对 大家其实可以趁着这一档赶快去吃 嗯 好 你们从这边开始讲拜拜哦 有人讲说大家都要吃哦 没有没有 这是王瑞瑶的 Dori先讲拜拜 拜拜 这是新华饭店的公关Dori 对啊 阿KIN有话 阿KIN有话要讲哦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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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柏仁拜拜 阿KIN还有高师傅 拜拜 哎 大家去新华饭店要找他哦 他 他在现场 他在现场哦 好 来 另外美女公关拜拜 还有Dori拜拜 拜拜 好 谢谢大家 来给大家看一下王瑞瑶 哎 这边有吃到这样的 哈哈哈 拜拜 谢谢观众朋友拜拜 拜拜 拜拜 好等一下 我们要拍